克里食用肥巧克力出口全球46国 现在呢我们是在吉莫的这个黄格庄村 然后呢旁边是我们姜大哥 然后他也是我们巧克力的老用户了 我想我活几年了 那也就是说咱巧克力刚刚来到咱们这个吉莫这边就开始用了 哦 我是第一次做的是不是 咱种黄格种了多少年了 七八年了我在种 种七八年 那咱们之前是使用的什么肥料啊 之前是那肥料一样不行啊 那会干嘛就没劲了 因为这种巧克力吧 它长进巧克力相当好 也就是说之前吧 咱们就是用这个传统的复合肥是吧 复肥 水虫肥 水虫肥 用的比较多 然后那个自从用了巧克力之后 然后也能感受到和复合肥对比这种明显的一个差别 哦 这里还用出来很少 嗯 是复合肥的时候 嗯 然后就包括在这个叶片静杆上面有什么明显的这个变化吗 它长得远好不长得不算的快 嗯 就是节节带刮 嗯 节节带刮 然后咱产量也高 产量高 我看这个叶片也比较好 嗯 嗯 大家可能不知道啊 其实我们吉莫这边就是刚是遭受了这个洪涝灾害 其实很多这个黄瓜大棚啊 然后它都已经就是败源了就是已经被这个洪涝灾害影响了 但是我看咱家这个黄瓜 然后不仅是说就是涨的也挺好 而且冰害也少了是吧 嗯 但是这个后期这个冰害都没有影响到咱们家的黄瓜 啊 没有没有 它靠病 靠病会 对 它这个生根好可能是 嗯 然后像咱之前的话使用这个复合肥的话 那咱是不是还得添加一些生根的还得添加一些别的种营养的物质啊 不用添加了 嗯 你什么是巧克力吧 嗯 就直接是巧克力 就直接是复合肥 之前使用复合肥的话 可能咱们还得使用一些其他的 但是使用咱巧克力之后呢 就不用去使用这些了 因为咱巧克力的营养成分比较全面哈 嗯 不仅是说咱们有这个复合肥中的这个大量元素中热量元素 除此之外呢 咱们还有这个包括氨基氪酿素 糖蜜发酵液 甲酵素等等 它们不仅能够饱化护果 而且特别是针对咱们这个病酬害 它是有一个抵御的一个作用 呃 就希望咱姜大哥今年能继续丰收 好不好 好 好 谢谢啊 嗯 给巧克力比个赞吧 哈 巧克力 接个人大 接个人大 中国的巧克力 世界的cocoly